罹患罕见疾病的人权律师陈俊翰 属昊在医院中此事 引起社会舆论震惊 包括总统蔡英文 副总统赖清德 以及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等各党人士 都在第一时间表达哀悼 国民党也特别发布新闻稿 对于陈律师的李氏表示不舍 接下来相关智商事宜 将由民进党总召柯建民的服务处负责处理 我们都很期待能够跟俊翰律师 在立法院当占有 但很一看他离开了我们 那留在立院的我们 民进党团所有的同仁 我们会持续为陈俊翰律师所奋斗的 为罕见疾病 为弱势族群所许下的承诺 我们都会全力来为俊翰律师 来完成他心中所有的一致跟一念 40岁的陈俊翰出身就患有脊髓性 肌肉萎缩症 全身只剩下眼睛 嘴巴一根小指头能够活动 还曾经不幸遭遇火灾 导致双腿截肢 但他好学向上取得台大法律 会计双学士与美国律师资格 然而他选择放弃美国医药 补助与工作机会回到台湾 多年来默默统治人权工作 以及对于罕见疾病患者的支持体系 因为身体的这些疾病 让我很深刻的体会到生命的价值 让我更去珍惜我所拥有的一切 而且在一路走来 虽然遇到了很多的挑战和困难 可是我很感谢 在这过程中 往往有很多认识或不认识的贵人 伸出手帮我度过了这些难关 陈卓翰生前曾表示 母亲谢继珍是他人生中 最重要的支持力量 他能有今天的成就 就要感谢母亲当他的手和脚 40年来时时刻刻都细心地照顾着他 并笑说自己没有特别喜欢哪位女明星 只要说的话 他认为他的母亲 应该就是最伟大的一位女明星了 陈俱翰在2024年大选中 被民进党提名为不分区立委候选人 不过他出席了造势晚会之后 却被前中共央视记者王志安 在节目上善笑 引发一阵风波 当时的节目主持人贺龙 15号也在脸书写下 陈律师面对生命坚韧的态度 令人敬佩 感谢他对于台湾的贡献与付出 新台记事林玉堂李一红 台湾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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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